為什麼Ajinomoto可以做到 不用加油不用加水 坊塞加烏射哈尼茲教材可以做到 不用加油不用加水不用加鍋蓋的秘密呢 秘密就在於他們的 Hi 大家好 我是一人雙品會議的Nana 歡迎大家來到我的頻道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我的頻道 專門是在討論日本商品成功的背後因素 如果你想要成為朋友心中的日本通 或是想要吸取更多日本商品的知識 記得按下右腳腳的訂閱以及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 我接下來在這個頻道將要上傳的影片 今天我要跟你們介紹兩款冷凍煎餃 第一款是銷售第一的 Ajinomoto餃子 第二款是 頸椎賽後第二名的 歐斯卡烏射哈尼茲餃子 這兩款冷凍煎餃都非常的神奇 這一款不用油不用水 這一款不用油不用水不用鍋蓋 就可以做出完美比例的日式煎餃喔 到底要怎麼做呢 讓我們進入廚房 我給你們看 Let's go 那接下來我就直接開這兩款 讓你們知道內容物到底有哪些東西 我們可以看到大阪的王醬的內容物 有十二顆煎餃跟兩包蜜船的醬汁 Ajinomoto餃子裡面只有十二顆煎餃 並沒有附醬汁喔 知道包裝內容物之後 我們來聊聊 為什麼Ajinomoto可以做到不用加油不用加水 不用加鍋蓋的秘密呢 秘密就在於他們的底部以及麵皮喔 我們可以看到大阪王醬底部的樣子是有四方形 而另外一邊我們來看看Ajinomoto 其實它的餃子底部也是四方形的 這樣子的四方形設計是為了讓下面有空間去做油跟水的填補物 平底鍋蒸煮的時候就會直接化成尖角下面那層層 脆脆的皮喔 至於大阪的王醬之所以可以不用裹蓋 是因為他們改良了餃子皮 讓餃子皮的飽水度提高 在蒸煮的過程中水分也不會跑掉喔 日式煎餃真的超簡單的 不相信我煮給你們看 Let's go 首先不用開火 直接把餃子擺入平底鍋中 你可以排成你喜歡的順時針的樣子 最後起來的花樣會是一個圓弧形 或者是你想要簡單一點就把它排成兩個直列 也是煎起來很像在外面賣的日式煎餃喔 排完之後我們再稍微調整一下它的細部的空間 讓整體的美感提升 接著我們開中火烹煮 Osaka Ousho 不需要蓋鍋蓋 只要這樣放著煎7分鐘就可以了 而至於Ajinomoto我們需要進行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蓋鍋蓋煎5分鐘 最後打開鍋蓋再煎2分鐘 這樣子 完美煎餃就完成了 我們簡單的日式煎餃就完成囉 馬上進行試吃 首先我先來嘗嘗這個大阪王醬的煎餃 每個煎餃都有含有邊邊的煎餃脆皮喔 這個是他們的醬汁 它的肉跟蔬菜的比例剛剛好 然後皮也超Q無敵好吃 加上他們的醬汁就是有點酸酸甜甜的 我猜它應該有放醋在裡面 非常的好吃 いただきます 那接著我們來個嘗嘗 Ajinomoto的餃子 因為它沒有附醬 所以我就先什麼都不沾吃看看 いただきます Ajinomoto它的味道比較鹹 所以它不用沾醬吃也是非常OK的 而且它的餡裡面有一種海鮮蝦子 我猜它應該有放一些蝦子的調味料在裡面 好吃 兩款的煎餃都非常的好吃 那大阪的王醬它的肉的味道重一點 那在Ajinomoto的部分 它的肉跟蔬菜的整體的鮮味非常的足夠 所以你們兩款都可以試看看喔 但就料理的方便性來講 我覺得大阪的王醬是勝出的 因為它真的只需要擺在鍋子7分鐘 你什麼事情都不需要做 而Ajinomoto你需要做一個加鍋蓋的動作去烹煮 所以如果你是追求方便性的話 我會比較推薦大阪的王醬喔 那今天NANA的日本商品介紹就到這裡了 如果有喜歡的話記得按下訂閱喔 那我們下一期見 掰掰 讚 讚 訂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